中国有一句话说 可怜天下父母亲 我想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那威廉斯蒂夫 你们当时那个样子 那有没有想到你们的父母 一定是伤心又难过 当然 他们非常难过 等他们到后来知道 我沉溺于毒品和酗酒以后 好像醉到前面看不到光明了 也没有希望 情况很不好 尤其是你威廉斯 你还是一个单亲家庭 你妈妈一个人带你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说 她很不容易 还要为你操心 我妈妈那时候 她也在吸毒 她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她不希望我吸毒 因为她也吸毒 所以在那时候 我没有感到什么 我也没在意 就是每天这个样子 那吸毒 有没有想到过 说要戒掉毒瘾 我在吸毒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试着戒掉毒 都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我曾经去过AA会 人们到那个地方 是为了戒毒和戒掉酗酒 那里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希望 让我戒掉吸毒和酗酒 那要需要比AA会 能够给予的多得多 人说吸毒者的一生 就是从警车到灵车的过程 没办法戒掉 我们节目中的这两位年轻人 在吸食毒品的沼泽里 已经无力挣扎 越陷越深 眼看就要被吞噬了 然而 他们是如何摆脱厄运的呢 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这么健康 这样精神 这样帅气 而且是充满了活力 简直不能相信 你们有过过去的 那样一段经历 我想观众朋友 和我一样 最关心的就是 你们是如何戒掉毒瘾的 我吸了五年的毒 在外婆家的时候 我的哥哥找到我 告诉我关于修炼的事情 当他提到法轮功的时候 我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我就非常激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激动 但是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要找的 你哥哥他修炼法轮功吗 他没有 在99年的时候 他在网络上看 他就看到了这个 他看到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时候 我非常激动 所以我就读了第一本书 中国法轮功 那时候就觉得 吸毒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那是在我读书 一天之后的事情 那从那一天之后起 我就再也没有吸过毒 我再也没有想到过去吸毒 这么大的威力 对 我有一个弟弟 一开始的时候 我弟弟还跟着我 学习吸毒 他那时候比我吸毒还厉害 最终他被拘留 因为警察发现 他吸毒 他在那里呢 就想看那本书来戒毒 所以我妈妈就给他买了 他想要的那本书 法轮功的书 那时候他选了 法轮功的书 在那之后呢 他有了巨大的转变 在那之前 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如果他有一点不满意 他就会恨你 向你大喊大叫 或者骂人 我现在看我弟弟 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他总是面带微笑 也不再骂人了 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威廉 他自幼父母离异 他和弟弟跟随母亲生活 母亲由于感情的伤痛 和生活的重压 染上毒品 长期不能自拔 母亲虽然自己吸毒 但他希望孩子们能健康纯净 不幸的是 幼小的威廉和弟弟 在上小学时 就先后走入了吸毒的泥潭 他的弟弟还被抓进了监狱 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 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 我经常骂 以及欺负别人 如果有人对我说难听的话时 我就会对他说更难听的话 我当时在吸烟 吸毒 基本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别人却说我的话 我一点也听不进去 我最终被关进监狱 他们把我送进一所修复中心 当时那里有两本书 一本就是法轮功的书 我发现书里讲到的真、善、忍 是很不错的原则 因为它可以体现在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中 自从修炼法轮功后 我不再骂人了 我已经有九个多月没有吸毒了 我现在想走正我生命的路 因为我一生不是用来做坏事 当坏人的 而是用来做好事的 天天的梦里有暖暖的风 暖暖的梦里有瘦瘦的我 当和你心里有美丽的梦 就会陪你那天地的梦 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吧 我想就用一句神奇来讲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就练了法轮功 你练了法轮功 这个一天 看了法轮功的书籍 一天就戒掉了读影 那么斯蒂夫是一个礼拜 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我是那种人 就是想让我相信什么的话 我一定要自己去亲身地体会 李老师告诉我们 你在修炼的过程中 你身体的能量会逐渐地增加 他提到你在念了这本书之后 如果你真正地下决心想修炼的话 你会感觉到在你的小腹部位 有很强的能量 我在读书之后 马上就戒掉了毒品和酒 而且我的道德有所提高 在中文里面叫心性地提高 我感受到了很强的能量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件会是真的 我在学了法轮功之后呢 他告诉我 为什么我要戒毒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好人 为什么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的话 我可能还是在戒毒 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的指导 现在我的人生有了目标 我知道应该如何去生活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 我觉得真的是长大了 是内心长大了 这是无法描述的 它让你的生活180度大转弯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李老师在书中曾经说过 有人看到地上有钱 就会捡起来装在自己兜里 我就是那个孩子 看到地上有钱 我会装在自己的兜里 我捡走之后 不会有任何的想法 在我学了这本书之后 开始练法轮功之后 有一天我在火车上 火车的凳子上有一些零钱 我就捡了起来放在兜里 甚至没有意识到 我在练法轮功之前的那些观念 在下一站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来 我是练法轮功的 我捡了不属于我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钱从兜里拿出来 放在另外一个椅子上 我想起来这不是我的钱 我不应该捡它 后来我又在另外一个情况下 碰到了这个钱的问题 我在地上看到钱之后 我就没有捡它 因为那不是我的钱 所以就没有经历上次的过程 把钱又从兜里拿出来 我再看给我